Bobby Brown小心哦 我找到了你一父一母的双胞胎弟弟 据说哪里都可以代替你 都是你们俩味道一样 肤感一样 就连主页介绍都差不多一样 而且它还卖的比你便宜 你的身价可是这个东西的四倍 这我真的很好奇啊 两个价格悬殊这么大的东西 能有多像 所以今天高矮得给你们兄弟 两个安排一场PK 红地球你是真的牛啊 也要跟Bobby Brown对打 看这实链哈 这边是右脸 我右脸用红地球 这个看起来好像黄油啊 它其实没有说有特别油的感觉 还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我把我的手擦干净了哈 然后记住这颗质 这是左脸 我上Bobby Brown 脸色要偏浅一点 他们俩的味道真的好香啊 单从我个人的这个肤感上面来讲的话 Bobby Brown这边 我觉得是比红地球要油润一点的 这边相对是水润 然后这边是油润的那种感觉 别管了 妆前面霜 我们就要来挑战一点地狱起难度的啊 干皮秋冬用DW 给它换一面 刷完全脸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很滋润它 但是我从镜子里面看 Bobby Brown这边表现的会比红地球这边好 不过没关系 我们一起来看后续时装说话啊 现在是下午的4点53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这对双胞胎的最终比拼结果吧 现在我带中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 我换了一个光线比较好的地方 红地球的 我鼻翼这里有卡粉 然后这边有一些脱装和卡粉 然后这边是Bobby Brown 它除了我嘴角吃饭掉了以外 它真的就是表现得很好 它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用DW因为太实装了 我现在这里很倒把干 但是装效是挺好的 没有说怎么卡粉 但是4个小时还是Bobby Brown赢 果然那贵的就是好用 现在再装已经9个多小时了 我先来看一下Bobby Brown这边 除了我的鼻翼有一点脱装 然后这里有一丢丢的卡粉以外 它没有什么其他大问题 再转到红地球这边来看 红地球兄弟这边 鼻翼线这里就处理的不是那么好 嘴角这里这个粉质很粗糙 它处理的没有那么好 这些处理就是很一般 红地球球一开始上脸 它的处理就是没有Bobby Brown处理的好 虽然它们俩的味道 以及质地的相似程度真的很高 包括是刚上脸的一个触感 但是最后的装效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就是有的东西 它真的是没有平体的 所以最后准结一下 我宣布Bobby Brown完胜 拜拜